下面手晖宿 于是祝库之音 一切苦 六道轮轨苦 四伐界 便亦知苦 欲是音 所以欲望要放下 失不失 戒是持戒 用不失用持戒能力之 所以六波罗密里头 不失持戒是度欲望的 喜欢不失 喜欢持戒 慢慢的欲望就舍掉了 那么令死不肯不失 持戒 自己不耐烦 做不到 这个欲望永远 丢不丢 永远跟着你 正念是善呼足 如 柱凯 如臣 劈着铠甲 如臣 有臣 不怕 不怕人伤害 不怕人伤害 开架保护自己的身体 与这个比喻 多半着战争的时候 忍 忍 忍辱 成定 能 维持 忍度 定度 能维持 你才能够 忍辱 你才能够 得定 静慧 是般若 是智慧 啊 静静 也都 无度里头都有 都需要静静 啊 静 是成而不杂 静是静谱 啊 没有退后 所以 五个里面 都有 静静波浪 诗子 菩萨 六度 也 啊 这是 一般 讲解 菩萨的 六度 啊 菩萨所修的 下面 望西法斯 他说的 与 一般说的 稍微不同 稍易于此 以 立于 为 世界人 啊 这三个 是立于 不识 持戒 忍辱 啊 这念呢 是禅定 为什么 禅定 什么有念度 啊 无念 也无 有念 无念 统统都放下了 啊 这是 三天 如果说是有 无念 那就变成 无想定 果报 在四天天 啊 必须 无念 也没有 啊 才真正 是三天 总之 为之力 正念于敬慧 即使菩萨之六度 啊 修辞六度 能力 贪嗔痴三度 这叫凡心 这个诗 稍微讲得深一点 啊 也讲得 很好 为什么 菩萨 所修的 后面 念老 用忘形式的一句话 总结 这个一段 例 就是五谈 善 正念 就是无臣 敬慧 是无耻 这个叫凡心 讲得好 简单 明了 啊 所以 我们无贪呢 于一切法 事处事进一切法 统统没有 贪念 这就真正无贪了 贪嗔痴断掉了 善真念 是无臣 成慧先断了 像海鲜老或者 一生 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各谁红过脸 无论你对他 用什么样的不善的态度 打他骂他 羞辱他 他无动于衷 绝点没有成慧念头 这个难得 无贪 不夺魔鬼 无称 不夺地狱 无痴 不夺出身 那是敬慧 是无耻 这叫反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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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